女士们先生吗 下午好 个人非常荣幸能够在此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中国推展的工作 我们三位中国来的演讲嘉宾跟大家介绍了从政策层面做的推广工作 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比较特定的案例 也就是社会要如何能够支持政府来保护土地 以及社区要如何提升自己的生气 好的所以我本讲的主题呢也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信托实践 大家知道在美国经常可以看到土地信托 但是呢在中国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 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土地所有权是由政府所拥有 因此在过去五年以来或者六年以来吧 我们一直试图以来能够创建新的模式 在中国推广适用于中国的政策环境 在我跟大家正式介绍之前 有一个总体的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面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的一些行动方案以及生物多样性的计划 所以深地色是代表优先保护地占到了大概了百分之三十一吧 他们其中百分之十五 十五是政府允许的 这是自然保护区 所以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仍然是有一个很大的群沟 但是在中国 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土地都是由国家 所以说整个的保护模式也是由政府来主控的 那么我认为这还不足够 如果要想保护我们的土地 光平政府的力量还不够 那从一个角度来看呢 不光光有空间上的一些宏沟和缺失的地方 同时呢管理方面也有不足的情况出现 那在中国管理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空缺 尤其呢是在我们下游的一些保护区 很多呢还没有做到位 都是在纸面上面 那么我们想呢要开发一个新的模式 那么向社会呢介绍 如何能够将这些慈善的善款 帮助我们的政府 帮助我们去弥补这些宏沟 保护我们的土地 不光光是从空间的角度啊 同时从管理的角度出发 那么基本上呢一些关于土地 长久拥有之 那按照中国的法律而言的话 我们的土地是人民拥有 由政府来代表 政府来管理 代表人民来管理所有的土地 那换言之呢 所有的土地呢 所有权是归于政府的 那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呢 土地的所有权呢 它呢是分成了这个国有的 还有集体拥有制 以及私人拥有的 这私人拥有是不存在的 它在中国 那私企呢 他们对于土地的使用权 和管理权是有年限的啊 你只有使用权 没有用权 那一般而言呢 很多的团体 个人和实体呢 他们被允许使用土地 一般的使用权呢 是30年到70年之间不等 但是呢 政策正在改变 是朝着乐观的正面的方向改变啊 在2008年的时候呢 中国大力的促进 森林土地的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 那么能够让一些私企 或者是个人 还有一些实体 在技术的角度出发啊 能够去拥有这个土地 那么是拥有一定的年限 那政府的政策呢 同时也去鼓励 整个大众的社会 还有很多的社会资本的投资 好像把它叫做PPP的原则 也就是办公办私的合作伙伴项目 那么这个也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主要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把私企业界的这个资金 注入到环保当中来 那换言之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方面呢 是有非常大的增长的 尤其是在慈善方面 环保方面 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十年当中 右边的这个图表 有大量的这些非盈利组织 非政府组织 进入到这个土地保护的行业当中 所以说整个社会 其实呢 是可以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的 能够帮助政府 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土地 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进行了一个试点的项目 是在四川省进行的 那么也是这个熊猫主要的积极地 那这个县呢 平武县 四川省康县 有超过200多只熊猫 住在这个地区啊 是在中国的熊猫区 积极地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呢 想要去弥补这些环保方面 土地保护方面的一些缺失 那么能够去保护这些地区 那么在两个国家保护区之间的土地 大概是一万一千 他们呢 是这种比较深深老林啊 那么他们呢 也是这些熊猫主要的 这个栖息的地区啊 但是说呢 它并不是完全的这个保护区 那当然在管理方面 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的 缺失的 那我们的模式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试点项目 去探索一下 在这个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 一个举措是否可行 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模型 逐渐地做完善起来 我们建立了一个私有的基金会 然后呢 去进行土地权管理方面的改善 同时提供了建设和管理方面的资金 那当地的 新的这些土地信托的管理方呢 是由我们新组织新成立的这些NGO来管理的 那完全是由这个私有的基金会来出资的和指导的 我们不光呢 是在土地保护方面做出了工作 同时我们也和社区 共同来合作 因为大部分社区居民的生活呢 很多呢都是生活在山区地区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和当地的这些居民更好的沟通 帮助他们了解 像他们呢 教育给他们 什么叫做保护 输入很多关于环保方面的一些概念和意识 那么这个名字呢 叫做Lahogo啊 我们的土地信托的名字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在县级开始的 那当然它的管理呢 是我们的基金会来进行的 我们把它叫做 在中国第一个土地信托项目 那它也是第一个由私人实体来进行 保护和管理的一个土地的项目 我们是有22位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那最开始呢 是有3000万美元的资金 注入到这个私有的基金会当中来 那么我们的基金会呢 也投资了330万美元 那么帮助这个土地的保护区的建立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把它逐渐地搭建起来 这个保护区 那么从每一年的运营呢 运营成本呢 大概是50万美元 那这个保护土地呢 是由三部分土地 第一个呢 是国有的 第二个是基金拥有 那针对国有的这个土地呢 我们签了这样的一个租赁的合同 和这个政府签了这样的一个租赁的合同 我们也致力于将会持续地投资于当地的这个保护区 帮助周围周边的这些社区的居民 拥有一个绿色的生活方式 那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联合拥有的森林 三部分土地啊 这个保护区包括了三部分的土地 那么它的这个期限是50年 那我们呢 是在整个县级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保护区 那从法律的角度而言的话 这个土地呢 已经被合法地誉为一个保护区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架构啊 那右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私有的基金会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团队 那日常的工作的管理呢 是由当地的自然保护中心来进行 他们呢 也雇用了几位工作人员 进行巡逻 还有管理方面的一些行政工作 保护这个保护区 那这个保护区呢 现在的监督呢 还是由政府来进行 但是呢 也是由当地的这些自然保护中心提供的大力的支持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我们搭建了合作伙伴关系 那这个合作伙伴关系呢 也是包括了政府 非盈利组织和社区三者兼而有之 那我们建立了这个新的私有的保护区之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开放的标准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管理的行动计划 我们呢开发了一个管理的计划 还有一个执行的计划 那么我们非常严格的去进行退出和进入的管理 那么不让游客进入到这个保护区当中啊 我们需要时间让这个地方逐渐的修养 升息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那我们也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巡逻 还有监督的系统 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专注在这一点上啊 每一天呢进行巡逻和监测 监测收集所有的这些数据 那么来去监测这些保护之后的成效 那除了这个保护区之外呢 像我之前提到的 我们认为社区发展也很重要啊 那么尤其是在我们主规划阶段的时候 我们不光要去让规划 不光是针对保护区 同时主规划当中呢 也包括了与周边社区居民的沟通和工作 所以说呢我把它叫做一个扩展区啊 我们帮助当地的居民更好的进行规划 那么去进行生态友好的产业的铺陈 我们呢也提供了一些最初的倡导的资金 帮助这些农民或当地的居民 让他们自主地去进行发展 那么五年之后呢 我们的保护区的试点 它的质量 还有生态的价值 大大的提升了 那么在我们的监测数据当中呢 表明 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呢 有13个这种野外的熊猫居住在这个森林区当中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生活器系在这里 那整个社区呢 我们周边的这些社区的居民 大概有200户人家 其中有一半呢 加入到了我们生态友好的产品流程当中来 那么他们的每一年的收入呢 也是增加了 每一年还增加了1000美元 几乎是翻倍了 他们的收入 那这个模型呢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啊 但是我们也面临了诸多的挑战 比如说政策的挑战 还有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等等 那现在呢 我们还在尝试去推进这个模式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当地的中国的居民 还有NGO 他们真的想希望啊 用我们的这个模式把它推广出去 那么就在去年207年的时候 我们共同呢 也邀请到其他的22个NGO 去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土地信托的平台 能够去设立一个共同的目标 帮助我们保护中国1%的路路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么也就展示了我们大自然保护协会 如何在土地保护方面把它介入到 引入到中国并且应用在当地 那背后的背景呢 因为土地的政策在中国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中国 用不同的这个保护的法律机制都不太一样 社区参与的方式也不一样 希望能够去达成我们的目标 我们也寻找期待 未来有更多的合作伙伴 能够去帮助我们的模式越做越大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大家